念佛同修必须要记住 秦职愈身 给自己添来的麻烦越大 越严重 灵命中是能不能往生成问题 秦职重点没有把握 所以一切大而化之 什么随他去吧 把这个东西放在心上干什么 今天有个老同修上我来看我 我想应该是有人欺骗他 骗了他一笔钱 他一定要在追查来问我 我不晓得这个事情 钱身外之物丢了不就算了吧 你用好他用也不错嘛 何必那么计较呢 那学佛 是不是真正学佛就在这看 丢失再多若无其事 为什么你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你为什么不想阿弥陀佛 你想这个东西干什么 错了 我们六道凡夫 这六道是个大舞台 我们在台上表演 诸佛菩萨在旁边观看 我们在表演有然有静 有善有卧 有种种不同的果报 他在旁边看 他看得很清楚 决定不动心 没有起心动念 当然更没有分别指责 那高明在这个地方 这叫什么 叫随缘妙用 我们不行 我们一看到马上就要干涉 一干涉就跳到舞台上 跟到一起表演 真正修行 叫烈死练心 你不入这个境界 你到哪里去练呢 在这个境界练什么 练不动心 练不分别 练不知足 我们禁宗 这是很难的 禁宗有特别方便 就是才起心动念 才有分别指责 立刻就想到阿弥陀佛 不能有第二个想法 念头一起归在阿弥陀佛 用一句阿弥陀佛 取代一切 妄想分别之主 这个名号功德不够思议 这名号是什么意思 名号是无量救 你看 你要能懂得的时候 一句阿弥陀佛 无量救 阿弥陀佛就是无量救 无量救就是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就是无量救 所以念佛会开悟啊 阿弥陀佛就是无量救 得无生法人就是开悟啊 阿弥陀佛就是开悟啊 阿弥陀佛就是开悟啊 大圈大悟 民心尖性 跟禅宗功夫是平等的 没有搞下了 朕不退转 只要成无声法人 就朕得三不退了 谓不退 行不退 念不退 这个地位在华严经上 粗诸一诗 原教粗诸一诗 别教是粗地一诗 不但超越六道了 超越十法界了 超越十法界 他到哪里去了 他到一真法界去了 他到 阿弥陀佛十报专业图 那怎么会一样呢 念佛同修必须要记住 秦职愈深 给自己添来的麻烦越大 越严重 灵命中是能不能往生成问题 秦职重点 没有把我 所以一切大而化之 什么随他去吧 把这个东西放在心上干什么呢 今天有个老同修上我来看我 我想应该是有人欺骗他 骗了他一笔钱 他一定要在追查来问我 我不晓得这个事情 前山外之物丢了不就算了吧 你用好他用也不错嘛 何别那么计较呢 那学佛 是不是真正学佛就在这看 丢失再多 若无其事 为什么 你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你为什么不想阿弥陀佛 你想这个东西干什么 错了 所以真正学佛人 没有一桩事情不自在的 时时刻刻在那发习冲啊 这真的 真受用啊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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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